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人在洞内四处寻找 竟意外看到小胖的尸体 而小胖随身所带的摄像机记录下了一切 更让众人震惊 原来小胖在洞外待了好几天 由于没有补给 自己也不会开车 只好爬下洞口 没想到绳索突然断裂 他摔了下来 并被一个原始人杀死 异形人看着摄像机内光线飞速闪烁 奇怪自己明明刚来洞内一小时 为什么小胖在洞外却过了好几天 他们决定爬出洞外求救 身材苗条善于攀岩的女孩威斯 带着求救器徒手爬了上去 但洞外荒芜人烟 黄沙漫天 天空还飞行着一支巨大的三角飞行器 威斯在惊恐中试着发出信号 却未收到任何回应 他慌忙跑回了洞穴 其他人奇怪为什么威斯刚上去两秒就回来了 威斯用自己的摄像机告诉大家 他已经在地面待了半小时 众人抬头仰望洞口快速闪上的阳光 恍然大悟 此时的阳光每晃动一次就代表过了一年 外界时间流逝的速度竟是洞里的千万倍 而绳索之所以断裂 是因为断口部分处于外界 早已随着外界时间老化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之时 洞口突然落下梯子 走进一个全副武装的巨人 他们被巨人吓得仓皇逃跑 不料却遇到一伙原始人 几个人为了躲开这些异类误打误撞 闯入一处岩室 在那里发现了教授父母的尸体 也遭到原始人的攻击 泰勒不幸牺牲 此时巨人赶来采取水样 看到威斯抱着泰勒的尸体痛哭不已 他不忍见此情况 将泰勒扔到泉水中 没想到这泉水就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竟真能让人起死回生 泰勒瞬间复活 原始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虽然被巨人打败 但他们打掉了巨人头上的面罩 巨人由于不适应洞内空气奄奄一息 临死前 他用影像为一行人做了科普 原来五人入洞不过几小时 而洞外却已经过了几千年 此时的地球早已不适合居住 人类为此移民火星 并净化得身体异常高大 看着像极了外星人 但人类始终没有忘记地球 以及不老全的神秘坐标 所以留下一个三角空间站 时刻检测这里的动态 来自未来的巨人死掉后 重获生命的泰勒 带着大家继续在洞内探索 他们成功找到了教授 同时也发现了牛仔所在的时间流速 更加缓慢的区域 那里的时间几乎静止 不知道是不是代表不老全 就是多为空间的界点 而许多不同时代的人 正在为了不老全互相厮杀 此时 原始人又对他们发起新的进攻 一行人只得爬上巨人留下的梯子 但却发现洞口此时变成了一滩池水 威斯贸然触碰池水 却被劫走 随后原始人关闭了梯子的开关 其遇人即将跌落至洞内 就在大家命选一线之时 威斯再次出现 他身着科技感十足的衣服 伸出无数触角 抓住众人 原来这滩水是未来人制造的传送景 而威斯在洞外也经历了几年的时间 早已掌握先进科技 威斯将大家救出 并在飞船内用泉水复活了所有人 教授也见到了死去40年的父母和妹妹 大家一起乘坐飞船 逃离毫无生计的地球 飞向遥远的外太空 这个故事来自科幻片《时间陷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